雙手緊握強忍哀痛 但還是忍不住崩潰大哭 凱凱外婆情緒遲遲難以平復 最近三個月以來沒有一天睡得好 她不太能講話 然後精神非常涣散 她的兩隻手這樣握得很緊 然後我拍拍她的時候 那個手硬到不行又冷 而從權益促進協會理事長 婉威軍14號晚上前往探視凱凱外婆 看著她強忍悲痛模樣令人比酸 阿嬤是想要給凱凱 能夠有一個更好的生活 不想要耽誤她 不想讓她受苦 她現在的責責是孩子死了 另外一方面的責責是 為什麼我沒有錢 我沒有能力可以來照顧她 根據了解凱凱生母 2021年犯案後遭到起訴 本來驚訝在女子看守所 但她當時已經懷孕五個月 以三萬元交保後生下凱凱 盡氣包潛逃 由於孩子腹不祥 因此撫養權就轉移給外婆 但無奈經濟狀況不佳 原以為在耳蒙幫助下 可憐小外孫就能夠脫離悲慘命運 重點不在她沒有出錢 重點是我很驚訝 她都黏休就不來 這是什麼態度 她幫這個孩子 她其實出錢沒關係 可是她捨不得小孩 你竟然連來燒個香都沒有 外婆忍痛伴理出樣 就是希望能讓凱凱安心成長 翻轉人生 沒想到卻意外害死小外孫 也難怪她始終自責不義 立刻下載淨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